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月27号晚上19点59分 我们星期四的常规网课准时跟大家见面 今天的题目是投资机构的联统展望报告汇总 还有8月操作策略回顾 如果大家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可以给我打一个数字什么的 这边我就好正式开始 欢迎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网课这样的一个讲座 这个月奥斯汀讲了三次了 这次也是带着自己的思考 以及在最近的市场里面做了很多的这样一种学习和调研以后 与大家做的一个分享 我们并不是说在市场里面是最聪明的那个人 但是在市场里面或者说在投资这个领域里面 一定要足够勤奋 因为市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你只有保持一个旺盛的学习力 你才可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的变化 你才能够把握一些有提前量的机遇 那么最近我也是看了很多的这些报告 我不会把报告给大家一个一个读出来 我觉得那还不如直接发给你们 我是做了一些汇总 做了一些自我的这些总结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的 如果大家能听得清楚的话呢 可以给我简单的打一个数字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这边就正式开始 好 好我现在可以看到有那个张旭谢飞啊 呃 牛的名跟我回复了说可以听清楚 OK 那现在的时间是呃8点01分 呃我正式开始啊 OK 首先呢在开始之前呢做一个个个人的简介 呃我相信有很多人也了解 奥斯顶的情况了 因为呃也跟大家呃接触过很多次了 在线上啊线下也有很多过的呃很多的接触 我个人目前呢是呃在go market 是心理办公室呃做总经理 然后呃主要是负责呃在这个除了总部以外 呃更好的去踏起和服务到在New South Wales 呃还有就是其他一些地区的客人 那么我自己呢是在金融机构从业的时间是比较久的 以前是在中国呃后来呢移民澳洲以后呢也持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去成长 我在服务机构投资人和个人投资人以后呢形成了自己的交易理念 包括呃各方面的这样的产品以及特点呃擅长呢在市场里面呃去把握一些周期性的机会来做呃配置组合呃 呃所以这也是我在服务很多客户的时候给大家提到的一个一个点 也就是说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个组合 那么今天我带来的GP Morgan还有贝莱德的投资报告里面 他们也强调了组合的重要性 那么一点点为大家去分解出来 那么呃今天的呃这个报告啊或者说所有的这个呃我所表达的一些观点和内容呢 并不是呃这个呃考虑到了您的财务目标或者是个人的财务情况 我是是一般性的信息啊没有涉及到金融产品的建议啊 大家可以做一个交流学习啊呃呃所有的金融产品呢的交易都是有风险的 他不是银行的定期存款可以就是保证你的回报 所以说你要考虑你的风险啊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的 GoMark是成立于1998年我们有股票啊澳股美股啊 最近很多客户也提到的啊港股港股未来也会有 还有外汇黄金石油指数等多种金融产品以及一般性建议咨询啊 这个很重要后面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呃这个是呃在很多金融机构是付费的 一般来讲是100块钱到200块钱一次啊 那么我们的AFSL号码是254963 大家可以去那个ESIC上面去查 没有声音吗 没有声音吗 有客 有有有听听众反应说没有声音 我这边显示我的话筒音量是正常的啊 嗯 OK我们继续 呃 我相信大家可能最近也听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讲座啊 就是因为呃以前来讲我们想听一些信息呃想获取一些资讯很负责很很困难 现在其实很简单 那就像我们现在去拿到一些同行报告去把它呃这个这个打开来看都很呃都很easy的 但是如何去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啊 这个就是呃就让我讲是呃去阅读这些研报的一些能力了 那么呃在今天的讲座里面呢呃我是综合了好几份的这样的一些报告 然后提取了一些我觉得能够帮助大家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首先我我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在最近的这个市场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市场出现的一些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有时候好像会打击碎我们对于固有的或者说一些逻辑上的判断 比如说美元跌那黄金就一定涨啊 对吧比如说最近黄金呢就没有那么快的上涨了 他可能在一个整理或者是下跌的趋势中 但是呢梅子也在跌 是吧那可能有人说那经济不好啊 那应该股票呢就应该维持一个低位或者是震荡啊 以反映这种事实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股票简直比经济好的时候还要还要疯狂 是不是所以在这种疫情环境的冲击下或者在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很特殊的时机的冲击下 我们看到的是这次的冲击并不是针对所有人的冲击 这种新冠肺炎的疫情呢它加速了全球的不平等 包括全球化宏观政策还有可思于发展方面的一个结构性趋势转变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知名投行说的啊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是不管从经济政策还是这个政治都感觉到了一些跟以前完全不同的打法 以至于在投资上我们也出现了判断不准确甚至理解不了的一些情况 那么反过来我们要去想在这样的一种时代下浪潮下我们是不是要重述我们同我们对于投资的一些理解投资的格局 对吧如何确保未来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寻求到确定性的机会 是吧我觉得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资产配置的一个一个时期 我们要确保的是我们在投资组合具有抗跌性啊 雕红色的地方是抗跌性啊 以应对啊接下来市场产生的一些啊趋势性的变换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呃这个天风证券最近刚刚发布的啊 其实呢在之前的好几次课程里面我也拿过这个图就是有的是在Bloom Book上面截下来的 这个里面反映呢实际上就是现在美股的一种分化一种撕一种撕裂 我取的标题叫你敢说没有泡沫吗 真的很多券商的分析师现在提起关于目前股市的这种这种情况 我们真的不敢说啊 没有很正常 现在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情况 其实根本就不是 就像黄金或者白银一夜之间暴涨暴跌一样 它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一个现象 当然这就是市场的一种合理的波动啊 我们讲任何的这种波动是合理的 但是它能不能持续性的这么下去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幅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1995年到2000年 呃这五年时间里面纳指上涨了百分之呃525标普涨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九一百九十二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在2002年到呃1月份到2020年的7月份 也就是呃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啊 不不2002年的1月份到2020年7月份 那么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呃十几年以来 纳指涨了百分之七百九十六标普涨了百分之二百九十六 那可能在长周期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呃一个斜率不同的一个表现 但是从最尾数的这个加速的这个也就是从2020年以来 这样的一段上涨 其实呢 纳指已经突破了 就是呃 在这个这个标普和呃纳斯达克一百和标普的这么一个鼻子 突破历史的最高位 也就是说在2020 2000年 那个互联网金融危机的时候 也没有到达过这样的一个高点 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现在的市场也出现了一个呃 有畸形或者说有一个呃不平衡的一个一个一个时间点呢 那我们再看一下那标普五百是不是均值合理呢 这里我用了是GP Morgan的一个一个分析里面的图片 他讲到的是在过去25年以来啊 标普五百的平均适应率是16.39 但是呢在今年的6月30号的时候 标普五百就已经达到了啊 21.72的平均适应率啊 大家也知道嗯在7月初的时候标普五百才到多少是吧 才三千多一点现在呢三千五了 所以说这个数字肯定又是呃剧烈的一个上升 又来到了我们历史的最高位的地方啊 啊那所有在股票投资包括啊在美股投资里面的这些这些就是说 我们的这种配置我们是不是面临了一个潜在的回调的风险啊 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下全球的这个股票市场啊 全球的股票市场大家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在右边的这个图里面 在右边的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是吧 然后那个新兴市场发展这个成熟市场欧洲日本等等这些国家 他们的这么一个呃PE的情况啊 啊那么可以看到美国肯定是最高遥遥领先的 那么新兴市场是最低的啊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就是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实际上呃呃 我们我们怎么讲就是说呃在很多时候呢 它应该是趋同或者说比较接近的啊 才是相对合理的一个状态 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一个去一个一个叫做分化 就像我们在左边图里面看到了他们在同涨同跌 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啊这个曲线的距离 或者说叫做这种呃这种呃方向上一致的情况下也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是遥遥领先 然后把其他地区呢啊就是甩在 后面远远的甩在后面那这个时候 应该去关照哪些地方啊应该去关照哪些地方就像昨天晚上好像我们讲的一个讲座叫做为什么澳股还这么便宜 对吧澳股是不是相对于美股来讲就显得呃很便宜的呢 澳股才六千点附近上下挣扎对吧 我们说好听一点可能是六千呃一百点上下挣扎但是历史高位可是七千二百多点 那按照这个笔子来看的话 他离之前的高位还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可是像美股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标普普百和拉斯达克都已经到都已经突破了历史最高位了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澳股确实显得便宜 那么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如果要离合这种价值啊 那么这种差距我觉得应该会慢慢的慢慢的去平衡起来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冲击非常显著啊冲击非常显著 不管是从事业还是我们大家走在街上那种感觉是吧 以前的悉尼可能是这个地铁都要站的 就是上下班高峰的时候还要站的 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人坐三个座位还可以敲个二两腿都没有人 很明显的不管是游客还是学生都在减少啊 那么以此匹配的相应的就业机会啊相应的收入肯定也是在减少 但是但是我们的股市却不是这样 我们股市早早的就恢复了元气是吧 甚至呢这个开创了历史的新高啊新的真诚 那么在这种这种情况下很多直观的感觉就是啊空恐高 这种恐高的背后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来源于我们也知道 其实除去了这些就是互联网巨头以外 好像其他公司表现的也很一般 那么请问这五就是就是说美国的这些科技互联网的巨头啊 他们的成长是否会持续的这样延续下去呢 就比如说每天涨个百分之七百分百分之十啊 对吧那这种好日子能持续多久呢 那么市场或者说叫做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一整盘起一整盘起就是我手上如果有一笔钱 我应该啊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我应该去让哪些利润奔跑 让哪些利润去落袋啊这些呢我们一点一点啊往下去推进 一会儿呢我们也把整个这个贝莱德自然团的就是说他们是怎么看待接下来的一个分配情况啊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接下来市场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 呃非常关注的就是啊中美分店啊中美分店实际上是在今年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互相撕破脸的情况 基本上是啊中国提出类循环美国呃讲这个我要啊这个不跟他做这个贸易了甚至我要脱脱钩啊 从这个漫画上面我们看到的是看到的是啊好像我们在隔着一个啊长城啊中美之间在打着这个 COVID-19排的网球然后呢川普这边的网球派都打烂了然后积分牌上是把这个数字在飙升啊 其实就是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那么那么在这个这个中国也好或者说在美国也好澳洲也好我相信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受害者并没有谁说能够从这种是这种就是呃传染疾病里面去获益或说或者说叫做取得绝对的优势都是在一点一点的摸索或者是调整自己的呃这样的一种政策也好经济也好 啊以求以减少这种冲击然后保持就业和经济的增长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的话啊大家甩锅也是一种必然或者说叫做为了选举也好为了这个呃减少一些内部的分歧也好那么这种分裂 所以势必带来市场对于接下来投资或者说啊这个呃经济发展的一些延续性的难度啊难度我们也看到就是呃在市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呃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啊包括一些世界两极的提法大家可以看一下世界两极的提法这这个是最近啊 啊我们看到了两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第一边第一边的数据是什么就是左边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世界五百强的公司的数量一边是中国一边是美国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交叉点历史性的交叉点这个历史性的交叉点呢代表了啊中美的这种对抗 它是势在必行或者说叫做不可就是不可回避之前我们有讲过叫做修斯底德陷阱就两个强国在呃市场里面具有这个这个这个要真叫做叫做叫做一三不能入二要去争夺的时候他必然有这么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时间段那现在中美就处在这么一个时间段啊我们就在从GDP在市场的里面的一个笔子来看到啊我们说的这个这个叫做 呃温和一点红色的呢代表的是美国啊欧洲还有日本啊这些老牌的资本贵鬼右边代表新兴市场出去日本的啊主要是中国的Aza accept是吧那么这样的一个交叉代表了什么代表在全球的GDP比重里面也出现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交叉点啊那么在世界两个人的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口我相信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也没有去直面这个课题或者说能够把这个东西就是拿到一个不可回避的这么一个一个桌面上去去看待所以呢关注政治啊关注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是我们去做好平衡和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点 大家可能我觉得说的比较大啊呃其实不大大家反过来想一想最近的抖音的事件是吧包括这个呃叫什么呃微信的事件是吧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呃已经不是完全的是经济问题还有一些政治问题是吧还有一些呃这个呃批着呃各种就是这种叫什么价值观的问题我们都必须要去面对这些 其实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这些消息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回忆啊当时市场是怎么反应的当时市场比如说美国说要进微信的时候啊整个呃这个这个腾讯跌去了10%对吧5000个亿港币的市值啊但是呢现在又收上来了就是说呃这种冲击啊可能给我们杀的措手不及但是又是一种新常态叫new normal是吧我们中间我们中国很容易 很很适合去造词叫new normal我们看看回回头来看看什么叫new normal这也是一种new normal就是我们在看到疫情在不断的发展发展好像他捣了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好像就是不再下来了在7月以后我们已经好像已经适应了哎呀每天不增加个10万20万的好像就不正常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就适应他了 那我们本来不能适应这个事情说啊这个疫情或者说这个病毒他会给我们到这个造成很大的困扰但是慢慢慢慢的他就把你就是让你适应进去了那这也是一种啊new normal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了这样的一种关注度和这个呃这个市场的变化那在呃在我们捕捉一些投资机会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是平衡再加上两级的机会捕捉啊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 贝莱德贝莱德那个智库里面提到的一点叫做两级性投资的一个机遇大家知道两级性投资的机遇就是所谓的两级就是中与美嘛对吧他代表了市场的现在最大的两个决力决力的方向那么呃这种地缘政治分歧的加剧啊那么构建投资组合的方法呢也出现了这种啊这种不确定性啊所以说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大类资产的相关性来去做而要考虑更多的是在地区国家是公司公司的层面去做一些合理的配置那在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我给一些重要的客户呢也发送了我的一个资产组合报告当时里面我也提到了呃就是就像去年我们年底提到的一样买资产就是买核心尤其在这个呃 抗跌性的情况下一定要关注的就是最核心的资产啊就核心的资产还要讲个笑话啊讲个笑话就是说红酒到底是不是核心资产就昨天包括前天我们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最近呢我还把它拍成了个小短片就是之前一直看虽的啊看好的红酒呢因为地缘政治的这么一个情况突然的就暴跌对吧然后今天我看也不怎么样也在10块钱以下那这种 这种这种公司来讲的话它到底是所谓的刚需还是说非刚需还是说啊核心还是非核心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要去从啊地区国家和公司层面去做出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啊 啊那么在所有的这个选择里面包括我们在做一个资产组合的这样一个考量里面啊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些最聪明的这些字库他们在想什么对吧我们拿到一份报告不是说呃看了然后就OK了他给我了一个什么信息实际上呃不管是他的逻辑也好还是他现在提出来的一些啊 新的啊新的打法啊对于我们个人投资人来讲其实就是一种指引只是说呃像这样的一些报告可能针对的都是高净值或者说超高净值的用户的他们可能可投资金都是在500到1000万美元以上那么他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一般来讲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找到这样的字库和投行直接让他们去做打理对吧那我们做什么那可能说啊我不是这个级别那么我就不用 不用去管不对投资是必修课你可以不管那么他也不会管你所以说有这样的信息我们就去学我们就去用然后呢从我们小处做手一点一点学习一点点做起那么我们讲到接下来的一个科学的投资方式呢讲到一个科学投资方式我们就要考虑接下来的啊几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两个 独立的经济引擎接下来的市场格局对吧很很好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在说的这个这个讲上面的里面或者说我们这个课程里面我们 大多数的听众都是又懂英文又懂中文是吧所以我们是最具有这样一种就叫什么包容性或者是说兼听则明的这么一种啊示威能力的啊大家看我们的PPT我们的内容很多都是英文的对吧但是我们可以用中文的去理解它并且我们都有这种中西方的这种啊生活方式和 和成长经历啊所以两大独立经济引擎这样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比第三者来的更直观或者说我们看到的东西会更深刻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政治干预经济将会愈演愈烈 或者说叫做我们不可能去回避接下来啊这种这种不可控的这种这种这种突发事件就像啊推特突然出现了一条新闻就会怎么样但是接下来我觉得也会有是吧就目前来讲中国还没有出反制一直在啊一直在等待或者说一直在呃在默认的去去呃去平衡吧可能因为我觉得可能中国要针对华为针对抖音针对这个东西他打出来了牌 哎可能还没有开始打如果真的开始打的话啊可能市场也是一样啊也是会大的震荡 那么就是还有就是结构性的限制啊结构性的限制啊的风险和机遇啊这些啊比如说我们从右边可以看到就是之前我们在资产组合里面我们配置的这个回报的一个表现情况啊最好的就是us equities对吧股票啊那最差的是什么 美债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一个图表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在过去这些年里面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平衡配置的时候你可能获得最好收益的就是美国股票那成长型股票就呃成长这个发展的国家股票就差一些 对吧那么那这种啊组合或者说这种啊这种这种分配方式在未来还能不能持续呢还能不能持续呢其实呃我觉得是要调整啊接下来是要调整的 ok啊我们不是光讲这些东西啊我们接下来肯定是要给到具体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啊叫做什么叫做战术性的配置性的一个观点啊 这个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一会儿那么这个观点呢也是来自贝莱德在呃这个月发布的一个配置建议啊他把市场的分成了这个股票和固收两种类型一般来讲我们呃做投资的话也就是针对这两个市场来做啊固收大家明白了就跟这个这个叫什么定期存款呀就是说 我有一笔钱我的确定性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锁定了这个fix啊income这种 然后呢股票呢就是以此以外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一个像基金啊对吧啊这个这个各种组合性的东西私募啊都可以去参与到equity的市场里面去 那么这里面他提到了就是说一个是end of it 一个是overweight overweight大家明白就是说呃就是超配或者说呃多买那么呃 endweight就是说少买对吧或者说降低你的配置的一个比例 那么从这个asset组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美国的这么一个股票呢他给出的的是从超配降低回到一个相对于中性的看法啊 啊大家要知道在这个时间点上说这句话其实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一定的因为你要知道美股现在是在非常高的高位啊也就是说啊这些智库或者这些投行是相对谨慎的 那第二呢我们看他对欧元区的股票呢是调制到超配 欧元区的股票大家明白我们可以啊这个我们可能不能做啊就是目前来没有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欧元区的指数啊我之前讲过是吧啊有英国股指啊法国股指啊德国股指啊啊这些都属于英国区的就一南的股票嘛 对吧超配明白吧啊然后日本的日本从之前的低配呢调制到我们 嗯这么一个中性的看法嗯 嗯调制到我们一个呃他认为啊就是说呃日本的财政政策以及公共卫生措施呢会帮助日本呢更快的回到一个啊这个正轨上啊 然后另外就是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话他还是怎么讲不是太看好认为啊新兴市场里面的一些呃这个呃叫做呃股票的话呢还是目前来讲还是不是一个可就是说大量配置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低配啊甚至就是说呃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指引了箭头啊 然后呢除日本以外的话呢他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股票呢也是调制中性的那么呃呃 贝莱德认为啊就是中国是希望将呃经济增长呢包括金融稳定性呢取得呃一个平衡所以说他对于疫情抗击的措施实际上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包括中美之间的这种这种这种呃叫做这个对抗吧这种fight是呃可能会越来越频繁那么对于呃中国或者说呃东南亚的这些市场股票呢 他他他认为是一个中性看法呃维持一个中性看法呃也就是说呃跌了呢可以买一买但是呢高了呢也可以卖一卖啊就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就好了 嗯 好然后他呢也给出了一个关于这个呃这个上调对质量因子的超配啊就是说鉴于疫情的发展的情况和经济复苏的形势 那么他们认为质量因子最具有这么一个抗跌性啊最具有一个抗跌性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固收类的固收类的产品 固收类产品其实就是一些债券呢目前来讲我们其实接触的比较少接触的比较少但是呃在go marks这边来讲的话呢呃 我们基本上没有就是说给大家提供这样的选择呃但是我们在我们在一些就是说呃银行啊或者是呃在买一些这个混合性的基金的时候它里面肯定是要买购买一些债券配置的 然后这里面他主要我们主要讲这个这个他有一个箭头方向的好吧一个是亚洲债券最底下这个Asian fixed income 啊他说呃对亚洲债券呢看法调制啊这个中性啊多个国家的疫情受控制且能源所呃占比较重呃属于呃叫呃比重较低属于利好因素啊 啊但中美关系的紧张以及呃中国的这些这些风险吧就是说对他造成的一些影响 所以说呃对于呃欧亚洲的这些这些新型市场债券呢对于这部分呢是一个呃调制中心的看法 然后还有就是新型市场的这个硬通货债券啊 这里面其实说深的的话可能与外汇的一些产品呢也会有关系 大家也知道就是外汇实际上背后就是这个呃这个各个货币或者说这个国家的债券的一些呃一些权重性的东西在在左右他的走势 那么这部分的话呃我们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啊也就是对于呃美国啊对于全球对于欧洲这部分的呃这些货币之间的这么一个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啊欧元呢呃英邦啊他们在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也反映出了市场对于呃这些是这些国家的一些货币或者说一些债券的一个拥抱程度啊 ok那么今天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呃关于市场的一个呃方案和配置呢我们啊做了这样的一些分享 然后呢呃也简单的跟大家再叨叨几句啊就是说呃今年的有一辆啊这个绝对的神车啊就是model model这个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这个股票大家可以看一下昨天晚上冲上了2153 我的真是太厉害了就是我记得7月份我讲的时候呢他才是1800 1800当时就已经我就觉得呃这个好像市场会有一个呃就说比较健康或者说比较冷定的应该是在起稳的状态啊 应该在1400到1800这间起稳没想到又冲上去了呃短短时间内啊就我们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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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嘛就是说去年最低17676块9.9 然后呃一年12倍啊用这种速度来呃来回报投资人确实也是非常的夸张了啊 但是呢我们讲市场在哪个时候开始为这些风险去计价啊为这些风险去计价啊 真的不知道呃当时在4月5月3月的时候其实相对来想比较容易去判断 因为大家都齐心协力是吧不管是放水也好财政支持也好 大家都是想把这个市场给救回来啊所有的人都保足了劲要达到的共同的目的啊 但是呢到现在大家来看实际上市场出现了一些呃不一样的走势 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设想的就是市场会呃出现一些投资上的难点就在这个这个时候 确实呃可以这么说呃真的是很难做啊真的是很难做我也呃跟很多这个经历经理呃 呃一些呃投资方面的一些大咖也聊过啊呃 呃确实这段时间来讲大家呃应该要时刻警惕要时刻警惕 不管你是说避险的黄金也好还是呃美国的股票还是说什么 我们必须要警惕这种突然之间的风险的来临啊当然长期来说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 有这个长线规划的一个人来呃投资的一个方式的话实际上呃我们讲呃 市场的波动市场的波动其实对你对我们的这种就是呃就比较有成熟和科学投资方式的这些人来说是机会啊是机会就大家想想为什么在三月四月五月的时候没有买对吧到了八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问还能不能追啊 你要想的是为什么当时你没有去买或是配置呃并且像这种十分钟长出一个通用啊这种啊市值超过三千二现在是超四千亿美金了像这种很难复制真的很难复制 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听了我对于呃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个梳理包括我也在呃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呃我也在成长在学习呃再去看一些字库的内容 希望呢也增强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理解和判断力 明天呃不是这个下个星期六啊下个星期六那么高马克思有一个呃邀请有一个这个呃专业的讲座 他是呃邀请到了吴海峰这样的一个新南威尔士大学金融系讲师啊保他还有很多title啊是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的副教授 然后他给我们来讲一讲他是如何看待就是说呃这个他所理解的中国如何看待中澳关系啊他来呃用他的角度来分析 那么在8月呃分的时候我们也做了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个讲座当时请的是那个gooby是吧gare gooby呃当时是分技术分析大师呃我看到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讲座的内容啊包括啊也有就是不断的去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 当然也有一些呃听众呢直接反映说啊讲的什么东西啊哈是吧就直接就开始这个呃自己指指指指指的手指然后就对吧就这种评判的一种态度啊呃那我希望就是大家来听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啊尽量是听观点听态度听逻辑 并且呢如果如果你有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可能比这样的一个讲座本身他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 那么欢迎大家在9月5号下午3点到4点啊来收看我们go max这么一个啊特要嘉宾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带着自己的问题啊带着自己的角度来跟我们做一些互动 好吧希望在这个呃这个叫什么全球两极分化的时代我们作为中方或者是澳方或者是这个这个西方啊有不同的视角的观点来找到适合我们的一些投资方式啊 ok到了这个步骤呢就是我要回顾一下在8月份我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呃大家可能呃知道我们go max有一个例行项目叫做呃这个vip客户的策略啊 呃这个呢也是呃这个迈克的一个大胆创新在今年疫情期间以后呢呃这个想客户之所想是吧呃呃给大家尽量多的去分享一些呃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机会 呃我个人呢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跟呃呃跟客户传递价值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我是很认真的去在呃对待这个事情的呃那么呢我我讲过说我说的话包括我做的事情我要 这个这个置地有深啊落地有词我要对他负责任所以我一般也会回顾一下啊我们当时所给出这么一个策略啊好我们就从最近的这一天开始一直往前推这个是今天早上的一个短信大家可以看到长线看多特斯拉支持2块8目标3块5 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目前呢特斯拉跌下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在上涨趋势的通道里面标记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呢来到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底部的位置就在好多次都是在2块8 2块9这个地方的赞助然后呢呃再加上前两天刚刚派息是吧呃肯定呢股票有个想有一个小小小下充数很正常的那么长期来讲的话呢我是看好那么这个其实就反映了我对这个投资或者说这个市场的一个看法 那么大家可以参考就是说或者说可以想一想呃是不是呃是不是在在在有道理或者说有帮助 然后呢自己再去呃做一些验证那么今天市场没有给出结果啊所以说我们就看但近近代花开啊看看市场会不会给给我们一个呃相对呃合理的一个 一个结果当然如果止损的话我们呃所面对的风险呢应该就是呃一毛多啊一共啊一毛六七吧嗯 嗯好这是昨天的一张单子昨天的一张单子呃8月26号8月26号看涨ESC200进场点6100止损6040目标61606180OK 660-680是一个区间就是说到这个区间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平仓 嗯好昨天市场呢一个小高开然后开始下坠下坠完以后就是一个微反转然后再开始震荡以后上行啊呃到了今天的时候就达到了6159.9啊呃如果说呃精确到6160的话呢我们差0.1但是这张单子是肯定是不会达到止损了啊应该也是啊 让大家获得了一定的收益如果说大家有参考的话 OK我们再看8月25号周二本周二啊GP225GP225这样单子呢也是一张赚钱的单子只是很可惜在于啊很可惜在于方向对了但是点位保守 点位保守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给出的价位是23100啊止损是接近两万三啊我往下多移了一个点长 然后市场是开盘就涨本来想着他应该回调一下啊大概这个三二三十个点的回调吧从这开始二三四个点我回调 金呃进场但是没有回调直接上去直接上去然后就当时就冲到了两万三千四百二十点就是比我们当时目标位还多涨了一百三一百三十个点啊啊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截的图啊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截的图啊 昨天好我们再看一下8月24号这样单子这样单子是呃非常的漂亮啊呃 基本上就是最低和最高的一个关系了那么8月24号的时候呢嗯 我做了一个看涨英国固执这么一个决定 然后找盘的时候呢进场是6020可是呢上午的时候他有一点点高他没回来 没机会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小的下探啊正好最低达到616013啊除去点差进场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指引设在6120直接就呃这个超过0.3个点就出出局啊就正好盈利 所以这张单子做的是最漂亮一个最低一个最高啊完美 OK我们再看8月21号的POS 821号的这个POS和7月16号的这个呢是其实是一个工厂做了两次啊一个是在我记得当时在这个地方吧在三0.3的附近啊0.3的附近看到0.4 然后结果他涨到0.41415417这个地方然后呢回调来到了一个啊这个支撑0.330.33进去0.33进去然后最近又涨到0.36啊啊目前来讲还持有重 但是大概率如果你要是做一个保护性的话这个单子是绝对不会让不会有亏损了嗯 8月24号做的是SG200的空SG200的空单在哪里呢在这里对吧当时是呃早上起来看空6104这个地方啊如果是收到短信的话肯定有点来不及但是没事到了下午一样可以做啊也是到达指引位很漂亮啊 这是做了唯一的一张亏损的单子啊这张单子真的是把我怎么讲就是可能市场有时候就是有点折磨人吧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NCM呢当时是因为巴菲特他说买了金矿股再加上大家也知道黄金长得这么好是吧NCM并没有穿新高在整个上涨趋势的轨道里面运行也算是非常的漂亮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认为呢在趋势的这么一个完整性的延续下他应该在这个地方去上涨的所以说 这根肯鲜就代表了当天我给的一个建议34.234.2在这进去可是 你看直接他就破位往下掉下去了啊掉下去了所以说这个有点坑跌啊 没办法市场有时候就是我们或多或少要交一点点这个这个这个叫做什么成本 那这个也算是风险可控吧是吧两块多嗯一股 OK8月10号8月10号呢当时给到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单子啊 香港50的多当时是刚刚发布一个要打击那个呃呃那个微信的一个一个新闻以后啊 港股暴跌啊暴跌下来以后呢当时判断的底部就在两万四千五百两万 四千两百五十点就给到这个位置啊那么止损的少打了一个二 相信大家也明白啊因为三千九也太不太不靠谱了两万三千九根本就没有碰就直接到了两万两千二百四二十四啊这个地方呢啊市场就开始直接上涨反弹啊 啊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吧就达到了呃不两天时间两天时间达到这个目标 还是不错的啊这张我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呃刚刚讲到的这个啊地缘政治啊包括这种啊啊政治左右经济 这样一些事件里面我们可以去去运用就是好的公司啊在这种这种这种叫什么突然的突发事情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参与的 嗯还有一个cclccl也是这个月的一个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啊当时把这个数个打错了好多朋友的发短信来问我说什么是cll啊哈哈哈很抱歉是 啊然后呢呃还有一个ccl啊然后呢还有一个ccl一会要讲一下lc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建筑建筑公司的股票啊啊那么当时给到的价格呢是呃10块多啊在这个地方买进然后呢看到11块11块8所以整个区间呢还是呃这个上涨的区间是完全把握住了的啊 呃最主要还要提一下cclccl是我这个在五月份以后一直在推这家公司的可口可乐嘛它是一个与可口可乐概念相关的包括呃有做包装这一块然后推了好多次 然后这一次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鞋上型的这个和这个鞋下型的这个七七型里面啊他做了两次整理然后突破然后突破 达到了9块8然后正好有一个有一个客户还是跟着我一起就是有关注这个并且在在9块6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这个减仓所以收获还是不错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机会是好几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啊三次机会啊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呃一个波段性的操作那这种公司来讲的话其实 我感觉做起来还是挺挺简单的就是要耐心要耐心啊上去的时候适当的减仓就好了 好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呃这个心理团队的这个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希望大家在以后呃这个做投资里面的能够找到啊这个正确的人找到能够带你在这个领域里面系数提高的这样一个团队那么呃这个啊 奎尼还有Fenora是我们最近招聘的两个新的员工也是呃这个新这个悉尼办公室的新兴力量啊以后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呃问题呢也可以去咨询他们啊慢慢的这个我相信大家也会了解到啊他们为客户做了一些服务还有内容啊啊现在他们也在迅速的去呃交付这些内容出来 好这个是这个814号最新的一期的一个周报那我们就过去了那么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就是说嗯新冠疫情呢它冲击了一种加速了不平等的啊还有这个呃全球化政策宏观政策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一个趋势性的转变 从根本上我们要重塑投资格局啊并啊将成为影响未来投资回报的一个关键啊就是说大家不要再单一的去考虑第一单一市场第二单一品种第三单一的方向啊要尽量多的去考虑啊这种结构性的一个变化下我们怎么去做好更多的投资组合啊好吧 嗯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是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是我特意留了几分钟啊就是大家可以做个互动啊聊聊天啊因为一直听我讲其实挺没趣的右下角呢是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大家可以掃一掃啊有什么问题呢如果说不方便在这里回答或者说我没有回答及时的大家可以把问题留给小助手到时候我们这个在微信上再给您回答 呃TOS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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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没错他是澳洲的一个这个电信公司嘛啊也算是这个核心资产了核心资产啊所以我觉得他出问题的概率会很小啊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呃一个选择啊我也认识一个客户他每年就只做一个股票TOS就是跌了就一顿买然后涨了就卖 啊跌了几顿买涨了就卖他用这种方式呢一方面他觉得他甩股息不错啊第二呢他觉得就是几乎他这个公司确确定性不错啊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包括现金流啊包括呃这个体量在市场里面啊所以我们可以去呃做一些这样的中短线的一个机会吧把握 OK我们现在在问题的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去交流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我就这个今天就提前结束也可以 OK现在还有问题吗我刚回答了一个呃叫做LOSA的问题啊 啊APX可不可以入场APX之前讲的时候大家都都不听现在我看一下 sorry啊 嗯我们看一下啊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吗能看到我的屏幕吗可以是吧好那就没错上次有说没看到屏幕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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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在人工智能数据这方面 我觉得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只是说今年涨得确实好 疫情与它没什么关系的 它就是一路上涨 一路向北 最近可能有一个回调 有一个回调 或者说在这个区间 你看他也找到了一个资深 就是之前的这么一个波动带 整理了一段时间 35块7这个附近 所以说只要他不破35块7 这个区间 或者我们做保守一点 不破35 好吧 不破35这个附近 实际上他应该还是维持一个上涨的 股票有时候就这样 他不会天天涨 他每天涨 是吧 那也不合理 也不可能说天天的 就是没完没了的涨 它是一个锯齿型的上涨 就很漂亮 Eric说如何看待 纳斯达克和US500 哎呀 我跟你讲这个 我是真的觉得 太高了 那是这个NDX 简直就是涨的都不好意思了 你知道吗 大家看一下 从最低点 是吧 6700 6600多点 我记得是 然后涨到现在12000了快 真的是 不好意思了 这个 这种上涨的 你说他可以持续多久呢 谁也不知道他能持续多久 但是他如果有这么一个回调呢 对吧 你也很难受 所以 我是 是相对来讲 我是觉得这个位置已经很风险很大了 如果你要买 我真不建议你买了 真的不建议你买 可能你会错过 还往上涨几百个点的利润吧 但是他往下小小的一个回调 哪怕10%的回调 是吧 他也才到这儿啊 也才到11000的位置 所以说 11000 10800 你你你之前的二月份最高点 历史最高点也没多 也也还远的呢 所以他整体来说的话 这个位置真的不好说 我是偏空的 实际上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是偏空的 LYC可以进场 还有TWE TWE TWE 现在我发现我们公司有不少人跟我的看法是不同的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叫可选消费和非可选消费 非必须消费品 然后必须消费品 包括是不是核心资产呢 这些东西 我还是维持看好 我都不看图 我心里都知道 就是说 这种公司 这种公司在全球的这个市场里面 把所有的酒类公司拿出的比较 不会太差 它本身就是个抗周期性的东西 那第二当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知道 它的反弹会更好 那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它有相对来讲扛跌一点 防守比较好 那现在不到10块钱的价格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就往下跌也没什么太大空间 然后 庄令 庄令问LYC的走势 LYC是中美的 其实是中美的一个叫做中美贸易战的利好股 或者说叫中美冲突利好股 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强势 其实LYC还不错 之前我们也推过一次 最近我看这个客户给到了这个机会 其实也是也是给大家提醒提醒了一个机会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这个下接通道已经走完了 还蛮上涨 上涨通道呢 又开始在这个继续的延续 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什么对吧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吗 是不是 所以庄令大家感谢你啊 这个机会还是不错 现在冲到了9块的高位什么 不知道我没看懂你这个问题哦 大家提问你可以打得完整一点 苏珊想问一下是FMG FMG昨天刚刚讲完 我们那个墨尔本的大咖刚刚讲完 大家看一下这就是FMG FMG是这样的在这 如果你认为他还是上涨的情况的话 我觉得这种市场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回等等下跌 如果你认为他还涨 就一定要等下跌再买 而不是等上涨的时候去买 好吧 等下跌去买 然后把止损尽量放在前低的位置 就行了 说ZEAP冲到了9到高位的话 ZEAP和那个apt是不是这个这个叫做同类型的公司啊 反正大家都在关注aptapt 然后对ZEAP的就那什么就看少一点 如何理解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 当我们说到这个这个汽车的时候 就是说就好比你家是卖特斯拉的 我家是卖蔚来的 他家是卖小鹏的 是吧 或者说他家是卖比亚迪的 但一个行业出现利好的时候 其实这些相关的也会受到 也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托举 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未来汽车 相比到去年两块多的价格 是吧 包括最近上市的小鹏和理想 都被市场拥抱的不行 那么拥抱它的原因是什么 不就是因为特斯拉带动了整个行业 或者说整个产业链的一个一个腾飞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ZEAP这个其实平时我都很少看见它 真的看到特别少 如果说要买的话 我觉得还是买龙头吧 好吧 这些都是跟着龙头去喝汤的 GOMAS有台湾骨子吗 我记得好像是有的 好像是上了的 我查一下 我记得以前 以前好像我看到过有台湾骨子啊 好 今天时间呢也差不多了 陈先生 陈志浩先生问了 未来汽车还能买吗 未来汽车 未来汽车还能买吗 哎 怎么不出来啊 未来汽车当时在两块钱你看看就是在今年三月份两块钱现在二十块钱 两块钱二十块钱 看来一年涨十倍的不仅是特斯拉 未来也是 还能买吗 能买 跌下来再买好吧 上涨趋势做多一定要等回调 如果你没有你没有底仓的话 追一个小回调你就就是亏损 OK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很高兴跟大家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分享 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内容有更多的问题和想交流的部分可以找小助手 好吧 然后包括对于资产配置的一些叫做想法吧 或者说自己对这方面有一些想进一步了解的也可以找个机会我们进深一步的去做一些内部的小班分享课 好吧 谢谢 感谢大家支持 感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